我们的目标是为传染病病人提供全人关顾服务 团队同时间竞赛,研究和制定治疗方案 治疗病人的同时,团队也发布了超过60篇新冠病毒的研究 包括跟进康复者的后遗症 我们的团队具有处理不同传染病的深厚经验 由1975年香港第一个传染病科 迁至马加列医院开始 处理多次大规模疫症 2020年的新冠肺炎 团队配合医院管理局的指挥 最先收治26位病人分析数据资料 评估疫情,成为抗疫的最前线 作为领导层 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迅速统筹,处理疫情的通报机制和工作程序 也确保大家有足够的保护装备和医疗培训 一起一条心照顾好病人是我们的目标 在今次处理COVID移动病人的过程中 我们会适切地给情绪支援小朋友 如果家长和小朋友共同染疫 我们会和护士一起合作 尽量安排整个家庭一起居住 当我们见到小朋友康复地开心 今天的满足感就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一个最大的支持 我希望借此机会多谢医管局、卫生署和卫生防务中心 罗振邦医生的领导为中心的服务发展定立了方向 还有过往两位医务总监周振邦医生和黎石涛医生 为我们奠定良好的基础 多谢传染病中心同事上下一心的付出和努力 多谢大家